昨天上午备受关注的科技创新版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正式开盘 首批27家企业挂牌期之实现成交 其中光星光学录得近12倍的涨幅 伴随着开始罗生 上海科创版首批27家企业正式的挂牌上线 与现有市场相比 科技创新版重点面向尚未进入成熟期 但是成长的潜力较大的中小微科技创新企业 首批27家企业中科技刑企21家 创新型企业6家 涵盖互联网生物医药等13个新型行业 是上海最有潜力 具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四星特征的中小微企业 不过科创版的投资者出定期限为天使投资 风险投资等专业机构 从首批挂牌企业来看 2014年平均营收2272万元 平均净利润仅123万 仅三成的企业目前还处在亏损阶段 新资产 这个盈利能力也不是很强 所以这种企业很少能得到银行的青睐 社会资本也不大愿意投它 所以要让这些企业发来的 就必须为它量身定制资本市场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涂光绍指出 科技创新版建设既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 首批上市企业和相关的机构指出 科技创新版为他们企业融资和投资提供了平台和机遇 科创版的投资门槛为50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 有50%的涨跌幅的限制 主要面向的是科创型的初创企业 投资难度和风险都非常高 开版初期主要面向机构投资者 随着科创版的正式开版 在资本市场层面 上海支持创新型企业的布局日趋完善 一旦上证所推出战略新兴产业版 上海将会形成主版加战略新兴版加科创版 全方位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